磷酸二千甲的跟我大舅子一样 它没有蛋 磷酸二千甲不适合养什么花 很多的臭宝不理解 首先你要了解磷酸二千甲是个啥东西 磷酸二千甲的跟我大舅子一样 它没有蛋 很多话说 就是蛋磷甲 磷酸二千甲里面只有磷和甲 它是没有蛋肥的 蛋肥是供给叶片 磷肥是供给开花 还有一些毛毛根 甲肥是供给它 这条树干更粗壮 还有结的果实更大 更一些更壮的一些个 那是磷甲谁也不干的事 你比方说 很多的话说 老阿姨我给这个 这个叫天鹅庸 养的不挖晒了 我说怎么地了 这个绿天鹅 这种官叶类的 你如果说用磷酸二千甲 是不能供给叶片的 就像以前的时候 有花友找我 老阿姨用了你的磷酸二千甲 你说这个市面上 磷酸二千甲假的很多 我用了你家真的 我的叶子长得也不挖晒 它没有蛋 它怎么挖晒 明白了吗 不适合的是哪些呢 不适合的是分几个时期 是任何植物都可以 去用磷酸二千甲 只是在植物特定的 某些时期不适合用 你比方说 我就想让叶子长得大 你用磷酸二千甲 是不管用的 你只会让它 长得越来越矮壮 越来越粗壮 叶子可能会越养越小 像这种时期 是可以用磷酸二千甲的 等到花苞漏涩了 马上要打开了 你比方说这种 你家猪脸红这种都已经开花了 都全部已经打开了 你再用磷酸二千甲的 可能就不挖晒了 有的话说我理解不了 为什么 你如果说像这种时期 这种时期 你用磷酸二千甲是最挖晒的 它会快速的攻击它 抓紧去开花 如果说这样已经打开了 你再去用它 会加速它的凋谢 有话说 老外依这个有什么利端和弊端吗 你像这种时期 你也可以一直去用 就是开花大的时候 也可以一直去用 它可以开得更大 更香 更艳丽 但是时间可能就短一些 所以说一直跟花儿门说 你像基本上开到这种 你就稍微暂停一下 为了延长花期 你看花不就为了 让那时间长一点 这是一个点 还有一个就结果后期 就是那个果子结得很大了 就马上你感觉要成熟了 那个时期你就不要再用零酸性亚了 你用的多可能就加速它的掉果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它觉得它 它就把那种掉下来 然后赶紧长那些小的 这植物的一个特性 所以说你也要盖它这个点 结果后期是因为一些 你像蓬菲 或者是一些微量元素 来增加一些果实甜度的 或者色泽度的 要盖它这个点 零酸性亚是什么植物都可以用 而且在春天 就是植物在疯长的时候 就是长得很旺 然后光照可能不怎么足 它会产生一个什么呢 类似于这种 叫土长 你看到了吗 本来这个叶子呢 应该是很韧性 叶子很粗壮的 结果呢 就长得多少细微的 这种 你就可以用零酸性亚来控旺 来让它粗壮 明白了吗 所以说 零酸性亚不是说 花不能用 是可以用 你得用好 用对 懂了吗 臭宝 当然了 零酸性亚呢 也是肥王的一个称号 零酸含量是最高的 没有之一 你懂这个事就行了 你像这种花包漆 用零酸性亚肯定是挠挠挠 了解了这个事 就能把它用成一个宝 你要是不了解 可能就 它是一把双人剑 要不再接点关注 需要零酸性亚的话 老花一也是有的 保证 点关注吧 我是老花一 眼花最转意 白了吃吧 嗨 嗚嗚嗚嗚嗚嗚